琪琪 你到哪儿了 这车怎么突然坏了 我马上到 阿姨 需要帮忙吗 管谁叫我阿姨呢 叫姐 你会修车吗 我车打不着火了 我还着急去开会呢 我试试吧 姐 你试试 小姑娘厉害呀 哎 行了 改天请你吃饭 糟了 你怎么才来呀 麦总这个客户对我们很重要 你不是不知道 可在路上遇到一个需要帮忙的大姐 就你善良 人家需要帮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好 我们是上林集团的 约好了跟麦总见面 不好意思 麦总说我不想见你们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麦总就是不想见你们 你们请回吧 看吧 就是因为你知道 陈希希 我看在我们这么多年闺蜜的份上 我才跟你合伙开公司的 我知道你善良 但你能不能搞清楚状况呀 我好不容易约到了麦总 你非要去帮一个不像干的陌生人 现在好了 麦总见不了了 投资也拉不到 下个月公司开销你来出吧 要不再等等麦总 等我遇上了 我给他郑重道个歉 你自己等吧 女士 这里是我们的办公区域 你这样会打扰到我们的 不好意思 你还在这儿 我劝你还是回吧 麦总特意吩咐 是不会和你们公司合作的 是你啊 姐 你在这儿干嘛呢 我今天约好了跟客户见面 但是迟到了几分钟 客户就生气了 所以我想在这儿当面给他道个歉 那人见着了吗 要我说 就别等了 要是那个老板 因为你迟到了几分钟 就怀疑你的诚意 不跟你合作 那只能说明他格局太小 就算你道歉也没用 这种老板 不合作也罢 今天早上的事 我还没感谢你 走 我请你吃饭 谢谢姐的好意 我还是在等等吧 像你这个态度 那个老板不跟你合作 是他的损失 也行 那咱们就改天 好 拜拜 琪琪 撞撞 毕业这么多年没见 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你 你在这儿上班 我们公司和M1集团有合作 所以过来聊一聊 那你认识麦总吗 认识啊 怎么了 我跟麦总约好了谈合作 但我迟到了几分钟 麦总说什么也不肯见面了 麦总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我明天会和麦总见面 到时候看能不能帮你和麦总搭个线 真的呀 那这事太好了 麻烦你了 走吧 麦总 我看了你给的方案 我很满意 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合作 麦总 上林集团的负责任你认识吗 上林集团 那个女孩 对 认识 但 人不怎么样 可在路上遇到一个需要帮忙的大姐 就你善良 像你这个态度 那个老板不跟你合作 是他的损失 麦总 麦总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亲眼看到的还能有什么误会 郑姬姬 你还有多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这人怎么走路的呀 也不看着点 几千万的项目方案 弄换了你赔得起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们公司 我是不会再考虑的 他对人的态度 我印象太深了 有时候就是能通过这些领导 谈出这家公司有没有水平 行了 就说到这儿吧 牟总 你交朋友也得擦亮眼睛了 我想麦总跟你之前有什么误会 误会 这样吧 明天我组个局 你跟麦总当面说清楚 谢谢你啊 庄庄 麦总见到了吗 没呢 清清 和你公事这么多年 我发现你真不适合坐牢吧 你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 我准备自己单干了 以后 我们就是竞争对手了 齐总 美总带走了销售部的所有人 还把和麦总的项目方案带走 什么 齐齐 麦总我给你约好了 哎 你怎么在这儿 姐 还真是缘分呢 我们又见面了 对了 上次那位老板 你等着了吧 没呢 不过还好有朋友帮忙搭现 天天约了和他见面 那他人呢 可能路上耽误了一会儿 看来这次是他迟到了 到时候等他过来 你也别跟他好脸色 哈哈哈哈 美总我已经打听好了 麦总就在这吃饭 陈七七 新女 麦总您到了 麦总 麦总 他们公司 我是不会再考虑的 以后 我们就竞争对手了 麦总 您到了 麦总 这就是我的朋友 上林集团的负责人 陈七七 那他 他是我之前的合伙人 原来是我搞错了 项目书带了吗 您这就签了 如果我的合作伙伴 是你的话 我愿意相信你 麦总 我觉得您还是有必要看看合作方案 再决定合作伙伴 你不记得我了吗 啊 之前拒绝你们公司的合作 是因为他 我谈合作 更看重合作对象的品格 很显然 你在我这儿 不合格 琪琪 这里空气不太好 咱们逛个地方吃饭吧 麦总 麦总 您再看看吧 谢谢麦总您的信任 琪琪 你最该感谢的人 是牧总 你应该先进他一点 对 对 谢谢你装 对不起对不起